今年5月份发生在台南永康的纵火杀妇案 一审判夺结果出炉了 法官考量到纵火杀害亲生父亲的刘姓女子 因为她的精神状况不太稳定 便是违法行为能力降低 再加上家属求情 依杀害直系血清罪 判处12年的有期徒刑 但是呢在入监徒刑前 必须要先到医疗院所 接受两年的监护强制治疗 目前存爱仍可上诉 今年5月发生在台南永康的纵火案 造成刘姓屋主伤重不治 而痛下杀手的嫌犯 就是屋主的亲女儿刘姓女子 时隔半年一审判决结果终于出炉 刘雨晗对直系血清尊亲署犯杀人罪 除有其徒刑12年 并因于刑制执行前 另入相当诉所 施以监护两年 虽然杀害直系血清是重罪 但法官考量28岁的刘姓女子 医学院毕业后 三年国考失利 精神状况不稳定 辨识违法行为能力降低 加上家属求情 最后决定判刑12年 所以妈妈讲说 这个她认为姐姐生病了 这个你也认同 对 这个很明显 所以说你们愿意原谅几次 对 不过因为女子精神状况不稳定 多次在开庭期间出现脱续言论 因此法院也要求 女子必须先到医疗处所监护两年 接受强制治疗后再入肩服刑 目前全案仍可上诉 据到黄富奇一谈的报道